碳酸饮料含有太多糖分和热量,摄入太多会影响身体健康,这个道理所有人都知道。 但每天喝可乐,到底会对身体造成怎样的影响,却没有绝观的对比。 美国大叔乔治·George Pryor决定做一个实验,他每天喝十罐可乐,坚持一个月,看一下身体会发生怎样的变化,最后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 在为期一个月的实验中,乔治的生活习惯没有任何变化,只是每天多喝十罐可乐。 在整个实验的一开始,他的体重是168磅76.2公斤,体质房率则是9.4%,看来这位大叔平常都有在锻炼哦,血压则是12977,然后就是一直喝,一直喝,一直喝。 乔治的体重不停增加,不停增加,最后达到了198磅86公斤,他的体质率也从9.4%,百分号变成了16%,血压从12977,升高至14596,愿高于12080的领想水准,心脏疾病和中风的风险大大增加了。 实验前V,S实验后,乔治希望更多人看到这个实验结果,知道喝可乐是自己摄入了多少糖分,这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。 一杯橙汁的糖分等于4克方糖,一杯草莓酸奶的糖分等于7克方糖,一杯可可的糖分等于8克方糖,一瓶可乐的糖分等于16克方糖。 除了体重以外,可乐对牙齿的伤害也很大,一位妈妈做了一个实验,把牙齿剪在可乐里,看看会有什么变化。 剪了5天,已经变成这样了,第16天已经完全变成紫色。 第41天,牙齿已经弱到可以用真轻松穿透了。 虽然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每天喝十块可乐,但也有不少人将碳酸饮料代替饮用水,这些习惯都会给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 看了这个实验,你还敢喝可乐吗? 吃喝完了,游客在美国。 请关注华人生活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